好,我們現在呢就要做剛剛這個啦 要做這樣的效果 那 有樣式還有做圖片的 幫你倒列生2把檔案扣回來之後打開它 我把它全選Ctrl加A Ctrl加C 好,這一頁就丟掉了 我現在就開一個 這些我都關掉喔 這些就不用了 我把它開一個新的檔案 先把它貼進來 這樣應該沒問題吧 好 那我們剛剛有看到的這些樣式 可能這個地方就要麻煩你啦 先把樣式先設好 對不對 好 我們到這邊 樣式這邊 我們剛剛有看到 標題的 好,詩的內容 還有這個 所以總共至少四個 所以 請你先來增加一個 好 好,那我的標題的我先 用類別的 比如說MyTitle Title1 好,Title1 那 看你要不要新增一個樣式檔 我們之前做也是這樣對不對 如果你新增一個樣式檔就直接 如果不要的話 就 放在這個文件也沒關係 好,先確定 好,這裡有一個MyCS 那我這個 巴黎好了 儲存 你們如果會遇到這個啊 遇到這種對曜方塊 代表什麼意思 表示說你的檔案 我這個網頁也沒有存檔過 沒有對不對 所以他會用所謂的絕對路徑的方式來 儲存 跟你的 那個其他檔案的做超連結 因為你還沒有存檔 我也不知道你要放在哪裡 了解意思嗎 所以如果你沒有存檔過會出現這個 那這個沒有關係 等你存檔過之後 他就會怎麼樣 改變了 好,那我的 標題比較大一點 注意一下單位 好 OK,那如果你希望他跟下面的距離 比較開一點點 你記不記得我們上次有做過這個邊界 這裡啊 我說我不希望他 因為我是大標嘛 對不對 大標跟後面小標 可能距離要大一點點 我是不是可以 設一下他下面的距離開一點點 不要按人頭喔 強調一下 不要按人頭喔 所以你在這邊 好 我就下標我設 適時 開一點點 這樣就好了 這樣OK吧 好,那 你在這邊 那個 所以我點到他 設一下 在這邊 買太頭 但是這邊 因為原本是用BR的 所以這個我把它拿掉 這樣 這個我把它拿 有沒有 是不是就有這個變 這樣了解了 這個地方就會變比較開 那如果你要變出體 我再來改一下 出體體加 這樣就好了吧 好,再來就是這個 這個 濕的 濕的部分 我加一個叫做 這個你可以用底線沒有關係 你如果設定的話 我確定 那濕的呢 我們稍微小一點點 顏色 加上一個 斜體 斜體在這裡 有沒有 樣式這邊斜體在這裡 航高我們可以多一點點 好 那 我不希望他 靠旁邊太近的話 怎麼辦 你看現在這個是不是靠旁邊很近 有沒有 我們剛剛的邊界能不能派上用場 可以喔 我們剛剛邊界有沒有 不是邊框 邊界這裡 OK會設左右的距離 還記得吧 好 比如說我這邊我把他設60 這裡設60 這樣把他擺擺得下 點到他 這幾個都是同一個段落 所以我就來這邊 我在這邊 加進來 這樣就OK 但是這個變粗體了 我換一下 不要粗體了 這個一般你拿掉也可以 那 這樣好像太過來了 好我就再改一下 補充好了 好 這樣應該可以 這樣OK吧 好 那就換你啦 剛剛要講的就是說 這裡 你看這裡 這一段 我剛在設這一段的時候 各位還記住我在這邊 有設一個距離 對不對 那這個是怎麼設 是不是在my title1這裡 有一個 方框 你有發現我只設下面的 因為我這一段是不是只有一行 所以他的 下面是不是就在這一段 就在這裡 好就在這裡 那麼 那麼相對的他旁邊這裡 你看這裡 這個地方 我就設的不只 一個 我設了好幾個 有沒有 左邊跟右邊 對不對 所以你看他的左邊 這裡 有一段距離 這裡 是不是右邊的距離 那我上面沒有設嘛 上面沒有設但是因為上面這段就有 他自己那下面這裡也沒有設所以 他跟下面是不是空一行 因為預設就空一行 對吧 斷跟斷之間預設不是空一行嗎 了解意思嗎 好 所以就像這樣子 那 所謂的那個什麼 你所看到這裡還不是有叫 藍位間隔嗎 這個藍位間隔嗎 這個藍位間隔一般會用在什麼表格裡面 也就是說我們本來 這樣是一個段落 所以他的距離會從什麼 如果是邊界就由他往外算 如果是藍位距離就是由他往內算 你跟我之間的距離 這個叫藍位間隔 你知道嗎 也許這邊你比較難體會但是我們後面會做到用樣板的方式去設的時候你就知道說原來是這樣子 就是說你要 設定他 裡面的距離的時候也可以用這種方式做 可以用這種方式做 這個我也把它套進去 一樣套剛剛那個樣式 可是我希望他靠右邊所以你就可以直接在這邊指定靠右邊 這樣OK嗎 好這不同段落嘛對不對 這不同段落 那這個呢我再設一個標題 我剛剛是買title 我現在買title1 title2啦齁 title2好 我又口是心非了 好那 這個 12點 OK 那 好這個也變出題好了 OK 點到他套進去 這樣應該可以吧 下面還有一個 那麼剛剛很多同學有一個疑惑 為什麼我設的段落 距離就是剛設的邊界 可是沒有效果因為 你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我把這個符號選出來對不對 你有沒有發現其實我這裡面 全部都是同一個段 只是用什麼 Shift加Enter 去把它換行有沒有強迫換行 所以如果待會你們做的時候麻煩你 打個Enter把這個拿掉可以嗎 因為這樣才是不同段落嘛 所以你剛如果說 奇怪為什麼我設的段落字眼 距離邊界 我們剛講邊界對不對 為什麼沒有效果就是這個地方 稍微注意一下這樣就可以了 好這個地方 你嗎 還記得怎麼樣把這個顯示出來吧 如果說你要把剛剛的BR顯示出來是不是在這裡 偏好設定有沒有 有一個叫隱藏元素 是不是這個 有看到的喔 好 這樣 這樣比較大了 好啦 這樣印象就深刻啦 就不會忘記了 好 OK 那我現在再把內容 再加一下 我們現在 內容我再設一下 進來 那字的大小 其實一般來講 你們都很容易忘記 單位啦 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要 讓他的距離 不是點 倍 你如果是點啊像素就不能用一點幾的 這樣了解嗎 好只有幾倍這種可以用 那 這邊 區塊 如果你要他手行手排這個應該會的 我這邊就不做 那邊界 邊界一般來講 你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如果希望他不要 要段落是 之間空一行 那麼其實一般我都只設下面就好了 只設下面就好了 你不要再設上面 為什麼 我等一下設一次給你看 比如說我設20點 好20點 那我希望他 左臂右距離不要 那麼近 30好了 除非你全部都一樣啊 我先套這樣 然後呢 一樣 如果你要全部套用你就選好 不要落高喔 這樣是不是就一起弄好了 對不對 這樣就一起弄好了 那這個也是一樣 好 那 我剛剛講的就是說你如果在這邊 注意一下 我現在是 這樣是一個段落對不對 這樣是一個段落所以我是不是只有設下面的 這個距離 那麼如果你有設上面的會有什麼情形 這一段 是不是也會有上面的 所以你到時候兩個的邊界就變成什麼 上加下 會變很大 這樣了解的意思嗎 因為你有上面的距離嘛 所以一般來講我是都只設下面就好了 好那 好了之後不要忘記這裡 新手上渡那一個 這個特別容易忘記的 好 好了 那你把它做一個存檔 那我們現在預覽一下 這樣是不是就有了 對不對 好那 至於說文字 它會到哪裡 因為文字本身 它就會隨著什麼 市場大小自動牌 這跟Word一樣 所以就應該就還好吧 好所以這個是 你先目前看到 就是說我們等於這個還是在複習之前的 好複習之前 那待會呢我們要插入圖片 圖片的部分呢 圖片的部分 你看這邊是不是有這個圖片 好 這是最後的 那當然如果你都沒有經過處理 這樣四四角角也會用你 好那我剛剛呢有多放一個 軟體上去 你們稍微看一下在我這邊 我們的這個 軟體裡面 喔那個昨天的同學提到那個婚紗 不是婚紗 捧花那個有沒有 照片我放上去 如果你有興趣再看一看 好 有興趣如果你已經去備好的 麻煩再放上來 大家一起用 因為裡面有很多啊 比如說像那種捧花有沒有 就是沒有去備啊 有去備會比較好啊 這個婚禮裡面它有很多 就是 比較喜氣的啦 比較喜氣的東西 你如果有去備好 就大家一起來用就好了 好 那麼我們看軟體這邊 軟體 我剛有放 一個 就是這個 這個 不用安裝的 好這個不用安裝的 那麼你扣回去這個 已經有加強版過了 所以會比較大 它這是免費的 免費的 等一下我做一次給你看 你們先扣一下 你把這個扣回來打開之後 裡面是不是紅色這個 點開就可以執行了 好 它長得像這樣子 看起來沒什麼 對嗎 對啊對啊 看起來還好 那我們先把 照片處理一下 我們剛剛的照片 各位不是都已經扣回來 放在myweb下面了嗎 對不對 我先處理這一張 好不好 好那我把它丟進來 嘿嘿 這個不用了 他現在目前沒有新版本 對他的網站在那邊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去看一看 這樣打開了對不對 好那 這裡你可以做什麼處理 我先問一下 各位你在看右手邊這個圖 你在photo shop有沒有常常看到 蛤 你們有沒有用過色階 色階不是那種 色階啊 對啊對啊 他也是橫的 對吧 雞其公你有多看到一些顏色嗎 紅色的代表 的就是紅色的那個什麼 分佈的情形 那白色就是 什麼亮度 就是你看到那個色階啦 你們一般看到那個色階的 嘿 那 一般 如果說照片來講的話 你要分佈比較好 就是像我們什麼常態分班 應該是這樣 但是現在 分班是這樣 對吧 對啊 那 一般來講就是說 照片應該 光線上來說的話 就理論上來講 應該是 這樣浮起來 是比較平均 好比較平均的 那 所以說你可以看這邊 他是有一個叫什麼 這以這張來講的話 他可以做一些調整 好做一些調整 比如說 你可以 如果不夠亮的話 你可以做補光 這樣子會變亮 對不對 那 當然這個太多了 你看這邊就 變太多了 那這邊來說 他有那個什麼 反轉片 你可以試試看看 這一張 效果都不是很好 像這樣子 其實反轉片做完之後 其實會有一個效果 什麼效果 會讓那個什麼 顏色的飽和度增加 我想要等一下再用其他圖 做給你看好了 因為這張圖比較不是 因為已經 說的太 效果太差了 好 我先這樣就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我最喜歡他的 其實是這樣在這裡 他的邊框 他的邊框 你可以看到這裡是不是有 輕鬆邊框 花樣邊框跟 紙邊邊框 好 那最比較簡單的就是這一種 好比較簡單的 我們先 這個我就先不看 我們先看這一個 好你看他的花樣邊框 好如果你要拍照的 點下去就好了 點一下 Photoshop你要做這個你自己畫吧 我也沒用 對啊 結婚的用這個 也不錯啦 你幹了什麼事 沒有啊 你就點一下而已啊 對啊 那 這個東西呢 這個 有沒有 他會套進去 那你要有月曆的感覺 你就自己 你可以用以打錘的話 我也不反對啊 對啊 你可以參考 對不對 其實你會發現 用過之後會上癮 因為 不用覺得 索然無味 因為你都吃 胆口味的 吃久了就覺得 好 那 這個 只是什麼 其實這個還有一些其他的啦 但是邊框我還 有一些我現在沒有放進去 像這樣 不過這張圖太小 所以這裡會跌到 那 現在呢 你所看到的只是什麼 只是我的最愛 好 那 所以說 這裡一定有全部素材 全部素材裡面現在已經有 不知道多少個了 那你在網路上其實還蠻常看到 比如說我找幾個 你網路上有沒有看過這種角的 有對不對 好 不是人家特別厲害 他選對軟體而已 對啊 對 那有的他會有預留一些空間給你寫字嘛 好 可以寫字 他上面也可以做啦 也可以做 那 像這樣點一下就好了 因為重點是像這種軟體就是免費的 好他免費所以你在用的話 也沒有什麼 顧忌啊你要走路啊 好 點一下就有了所以我覺得效果其實還蠻不錯的 好你可以做參考那 如果說 有一個像這個也不錯啊 好那 像這種的 因為這張比較直 所以做起來效果其實有稍微比較差一點 像這個有沒有好像那個 袋子啊 好袋子 那假設 如果說 像我剛剛那一張我想要這一張 你也可以按右鍵 加到我的最愛 下次就不用在這邊找 因為畢竟那麼多嘛 好 那你就可以把你覺得 你比較喜歡的 把它收藏到我的最愛 像這個有沒有 這個就好幾種啊 好他這次裡面就好幾種 下面還有其他的 下面還有其他的 應該還可以啦 就是參考一下 其實網路上還有 網路上還有很多 你可以做參考 好那有的 因為這張圖比較小 所以可能效果會比較有限 如果你用的是這個數位照片的 好檔案 就會比較好 像有的就是做這種捲角 有沒有捲起來的 好 好 那所以好了之後 你有處理過 這樣是不是會比較好一點 跟你 這一張比起來 哇不見了 知道 那已經關掉了 跟你原本那張比起來是不是有差了 好 那好了之後你可以把它另存 我把它 還是我直接存回去就好了 把它存起來 如果你直接保存就是 把原始檔蓋掉了 把它蓋掉好 那我把它按確定沒關係 好 這個時候我已經 好了 已經處理好了 我在這邊 我現在有不要在 我插入圖片 有沒有看到大樹 點一下 我存錯地方嗎 確定 好 你按確定之後 它會有一個這個輔助功能 有沒有 你知道為什麼會出現這個嗎 蛤 你怎麼笑那麼開心 好 這個是跟無障礙有關係 這跟無障礙有關係 因為 我們 有跟各位稍微介紹過 無障礙對不對 無障礙 一個A的標準就是什麼 圖片一定要叫它說明 這個替代文字就是 當你滑 游標滑到那個 照片上面的時候 它會出現一個說明文字 比如說這個是 巴黎 巴黎 這是什麼盒 多腦盒嗎 不是吧 塞納盒 知道 我知道 我沒什麼多腦盒 要不然我們笑 那在那 沒有啦 開玩笑 因為我也沒去過 好 確定 有沒有進來了 不過不是這一張 現在插進來了 那麼 你插進來 握的 插入之後 你有沒有發現 它也會跟 握的一樣 就是會長這樣 有沒有 所以你是不是要做文道圖 那怎麼做文道圖 等一下我們再介紹 但是我們剛有 是不是有加一個替代 我先給各位看一個那個 我把它預覽一下 你先看一下 到底了解一下 什麼叫做替代 滑過去 啊你給我替代你知道嗎 等於說 我看照片 可是我可能不知道這照片代表什麼意思 那我滑過去就有 那它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萬一你這張圖片不見了 比如說我現在是001對不對 我把011 有沒有這一張 沒有對不對 所以平常 是不是各位網站上有看到 圖片沒有就叉叉 但是我不知道那張到底什麼圖片啊 那怎麼辦 我們預覽 當你 圖片不出來有沒有看到這個 你就知道那個是沒有什麼 檔案嗎 或者說它描述的是什麼 啊你了解 所以它有兩個功能 在的時候就滑過去會出現說明 不在 也會說明 這樣OK啦 那我把畫面還給 那我先回到Word裡面 我們來看一下 Word裡面插入圖片不是這樣嗎 對不對 對不對 喔 喔 裡面 有哆啦A夢的喜好者 這個 進來是不是跟我們剛剛看到 網頁上一樣 那你在Word裡面你會點到它 這裡 就會跟狗狗發生一種關係 對啊 聞到什麼不是這隻狗嗎 對啊 那它有很多對不對 可是我們在那個什麼 在網頁上沒有那麼多 而且沒有辦法那麼靈活 因為 平常你可能會用什麼 舉行啊 然後就是自由移動 但是在網頁上沒有辦法 那所以 我現在我們回到網頁上這邊來 網頁上的話怎麼做 你看 我這裡也有 一樣有 但是呢 你點到它 文繞圖的你要點到圖片上 你注意一下 在這裡 有沒有兩個 兩個方法 一個是什麼 你看喔 我把它放大 這個地方 有沒有一個 可是這裡有沒有又一個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你要注意我意思嗎 這個要稍微注意一下 一般比較能混淆就是說 欸你會以為這個就 靠左邊 靠中間 靠右邊有沒有 可是這個其實是什麼 其實是跟文字一樣的 就文字靠左邊 靠右邊 欸等於說 有看到了 有沒有 那我說這個地方 容易混淆就是說 一般人會 有時候會誤以為這個地方 其實不是 因為這個就等於你點到文字 去設 靠左靠右而已 真正 對齊是這一個 這樣了解嗎 好這一個 所以你回來看 小小的在這裡對不對 有沒有 也就是說 這邊設定的對齊 是指什麼 圖片跟文字的關係 那麼你在 這邊點的這個 這一個對齊是就跟你這個圖片有沒有 這個文字 靠左靠右一樣而已 這樣了解嗎 所以我們真正要做的是從這裡 主要就這兩個而已 看起來有很多對不對 其實我們常用的就這兩個而已 靠左邊又靠右邊 比如說我靠左邊 有沒有發現 了解那意思了嗎 靠右邊 所以你的靠右邊不是說我點到這個然後這樣靠右邊喔 這樣不好喔 你有沒有發現 我現在有沒有點靠右邊 結果沒用 結果是不是變成什麼 是不是文字靠右邊 知道那問題了喔 所以這個靠右邊跟你點文字的靠右邊意思是一樣 了解了 好那我點到他記得用下面靠右對齊 有沒有感覺跟我們剛剛那張完全不一樣 有經過他加持之後感覺就不一樣 真的啦 就是說圖片 我只是想要告訴你說圖片是 真的要稍微處理一下 好不要說 太過偷懶這樣子 這樣是不是就OK了 所以你只要會了他會自動怎樣 遇到他就掉下來 那所以如果你第二張第三張做也是OK 那這裡有一個問題你要稍微注意的 你 注意一下我剛剛要插入圖片的時候你有沒有注意到我游標在哪裡 你現在發現我游標在哪裡 你看是不是在這裡 那這個點很重要 因為今天如果游標不是在這裡 假設我游標在這裡對不對 我插入圖片我用另外一種方法插入圖片 我剛剛說也可以從這裡有沒有 按著丟進來 你看我丟進來的時候是不是有一個 黑黑的 插入點喔假設我插入在這裡 一樣我是靠右對齊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我游標之前的 會不會理我 你看我點在這邊結果怎麼樣 上面的會不會理我 沒有為什麼 因為你看一下 我還原一下 因為我 插入的地點是不是在 漫步的這個位置 有沒有 所以說當我靠右對齊的時候只有漫步以後 漫步 漫步這裡有沒有 會受到影響 就是說從這邊以後才算 上面這一段是不受影響的 這樣了解的齁 所以一般來說我會 我插入的時候你如果萬一錯了沒關係按著它 有沒有一樣在移動 移到這個前面來 有沒有烤上來了 前面就會受影響 所以說這個靠左靠右它只會影響什麼 插入點之後的文字 這個稍微注意一下這樣就可以了 畫面還給你 好 那第二章的處理方法我改用這個 輕鬆邊框其實是比較簡單的 比如說以前我們洗照片不是有看過洗那個白邊有沒有 我圍照相管洗那個白邊嘛 暗底勾邊 他沒有幹什麼壞事就是在外面會變比較暗這樣子 那其他的我就比較少看到 不過我網路上有看過這一種 我就是有加上那個紙的那個 對對對 有一個紙的 那這是比較簡單 所以叫輕鬆邊框 思辨邊框 我這個給各位的裡面其實有很多 所以他 這個呢 你可以自己去 像如果你要做這個 他就只有出現在中間這一塊 對啊 不過以前我用這個是用在哪裡 用在視訊上面的 有沒有看過類似像電視牆有沒有 他就把七根了好幾塊啊 類似像這樣 這個其實都沒有關係啊反正點一下就有了 所以是折照沒有錯吧 對不對 哪一個顏色是不透明 灰色嗎 不是啊白色不透明有沒有 黑色是變透明 灰色是半透明 還了解啦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那個 就是濕邊邊框 我這裡面我有補充比較多所以 看起來會比較炫一點啦 你們幹嘛 早知道不要學其他的這樣 好來 我們來看一下假設我用這一個啦 其實那個底紋顏色你可以改或者是用什麼 用材質的 比如說你去選一些材質啊或者 Photoshop有沒有掃描線 有沒有叫電視線 網線 也可以啦 也可以 圓圖變暗 類似像這樣也可以啊 就是你可以變很多啦 好啦不要講太多了 就先這樣子 看有沒有說沒了 我先 另存一下好了 這個我把它蓋掉 好了對不對 好我就把它放進來 一樣我現在放在第二段 假設我放在這裡 好 插入 第二個 反正這個如果你不要你按取消沒關係 好我一樣靠右邊 靠左邊就沒有問題 好 好我們先預覽看看 好 有沒有 這樣OK嗎 好那 如果你是靠右邊去會出現一個情形 剛剛...'ㄱㄟη' 喔 底下再垃了會變成這樣 Annano 你有靠右边没有,可是它会不会接在它下面 不会啊,因为 我的段落其实没有到那里嘛,你了解我意思吗 我虽然进来一点,是不是还是在这里 那如果你要解决这种问题 目前你只能用CSS去解决 就是你用传统方式,就像我们这样,靠左靠右,就这样子而已 但是你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用CSS来做看看 我增加一个 类别 因为我不是所有图片都有这种情形嘛 所以比如说我增加一个叫myimg好了,myimage 好,确定 你要怎么解决,找这边 找这个方框这个 以前我们当然没有用过这个,我们刚讲说这里最常用是边界这个 但是现在要找的就是它啦 有没有一个靠左靠右 这个靠左靠右就是我们刚图片那个靠左边靠右边啦 靠左边靠右边 假设我要靠右边,我就先在这边设好 但是怎么样避免刚刚那个情形 就是这个叫清除的 也就是说如果 你看 我们刚刚的问题其实就在于什么 你现在来对吧 你现在这个来 可是它是比字还长 图片的长度是比这两个段落还长 所以说 会造成说 人家其他的字排在这里 那 我就没有办法 因为我还是跟你在做什么 文绕图嘛 对不对 以往 比较常见看到人家做法是怎么样 快点 再记住 Enter 让它自己掉下来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当然这也是一种方法 如果你不用CS解决的话 那如果你可以用CS解决 其实 它就可以 清除 就是说 当你 内容 不够我的 就是说文字内容不够跟我图片不够高的时候 我会自动把它 清掉 跟下一段把它清掉 不要让它下一段再跟 来跟我做 那个什么 文绕图 这样了解吗 我先做一次给你看 好我这个地方我先恢复一下 我先恢复 现在是不是预设的 对不对 那 我们来套它的类别 就点到它 好 点到它 图片的类别在这边套 对不对 它叫类别 它就没有在这边一个样式的 这样了解的 好 那这个myimage 有没有绕过来 有绕过来 那我们预览看看 下面这个我也设一下 这个 我把它改成myimage 好 你有发现看起来不太一样 有 我们先预览看 各位要注意一下 请你还是以预览的 为最后 最 就是最后结果 不要只看刚刚那个网页里面 就是那个均衡里面的 有没有 有没有掉下来的 因为这两段跟我排嘛 对不对 那下一段是不是跟他排 所以他会把它清掉 中间自然就会空开了 了解吗 不然你如果图法练工 你就要希望 一个enter好不好 两个enter好不好 三个好不好 三个太多 再减一个 那不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用cs的排法 给各位做一个参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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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